从3月25日临时起,湖北除武汉以外地区解除离厄通道管控,有序恢复对外交通,黄岗市民生活工作秩序逐步回归正常。 因苏东坡宜爱亭记代潮元休而得名的湖北黄岗宜爱湖国家湿地公园,是当地民众休闲娱乐的热门地。 随着疫情得控,城市复苏,宜爱湖公园在沉寂两个月后再度迎来热闹和喧嚣。 因为在家关太久了,就剩两个月了嘛,第一次出来,所以有些激动。 这个心情是特别激动,我们也非常珍惜这个来得不易的平静的生活。 记者在黄岗城区走访发现,除影剧院、棋牌室、游艺厅、培训机构、堂食类餐营等人员聚集度高,场所相对密闭的16类市场主体外, 该使其他营业场所多以开门迎客。 在黄商集团购物中心黄州店,市民接受体温检测、登记及消毒后,有序分批进入。 就是希望慢慢地恢复到往常吧,就是像以往一样,随时出门就没那么多担心吧。 发生了这个疫情之后,我感觉应该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自己在乎的人吧,所有的人都要好好的,就是最好的。 湖北黄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卫军介绍,该集团在黄岗城区下属的26家门店已于18日全部恢复营业。 我看到我们这个,特别是我们的顾客啊,能够在封闭50多天之后啊,走上街头那种喜悦,那么作为我们来说,也是非常开心。 黄岗复工复产也在有序推进,截至24日,该市2997家四上企业复工2155家,复工率71.9%,重大项目复工率66.7%。 记者在黄岗大光华国际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看到,塔吊有序运转,工人戴着口罩和安全帽,或绑扎钢筋,或砌墙粉刷,一片忙碌景象。 我们国家在防疫这一块,现在已经做出非常大大的牺牲了。 作为建筑施工的企业,特别是我们国企,要发挥我们国企感到那么多的精神,复工复产肯定是必须要的。 数据显示,截至24日24时,黄岗累计确诊2907例,累计治愈2782例,累计死亡125例。 从3月3日至24日,已连续2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,在3月18日实现四类人员全部清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